又一位网红进组拍戏了 开机照曝光后 被网友一顿嘲讽 见光死也太尴尬了吧 说起九月这个网红 大家都不熟悉 但是要说最像肖战的人就是他了 在网上的他 脸型五官都跟肖战非常的相似 可以说是雅乱真 他还模仿了肖战的魏无限 相似度非常的高 当大家都以为 他是高定款肖战时 没想到无滤镜的高清镜头爆光了他 原来也只是拼多多版的肖战而已 明明滤镜下都很相似 为什么五官脸型差之毫厘 颜值却没有以千里呢 一 先说脸型 肖战的脸型属于脸型的八边形脸 比较偏向于瘦长 而且脸型的棱角分明 颧骨高 但不会外扩 下颌转角偏高内收 显得下巴上翘 这样的脸型最大的特点 就是显五官精致 有了脸型的加持 肖战的古装都比较仙气 而九月的脸型 虽然跟肖战的相似 但脸部轮廓线条不流畅 颧骨微微外扩 下颌转角偏低且方 显得下面部厚重 远看九月的脸型bug非常明显 古装造型更是一言难尽 二 五官 肖战的眼睛是典型的瑞凤眼 眼角尖而细长 眼尾微微上翘 看起来非常魅惑 他还有眼角下肢和卧残 自带少年的轻轻感 不会太过油腻 而九月的眼睛跟肖战 唯一相似的地方就是细长 他的双眼皮比较宽 眼尾往下走 最重要的是 双眼皮脂肪比较厚 导致有点肿眼抛 有时候看起来就会无神 以上就是九月与肖战最不像的地方 自拍视频和照片 都可以用滤镜和角度调整 但是一旦拍戏 全方位出镜的时候 就会把真面目曝光 专家说 五官会遗传 但丑是不会遗传的 主要是看比例如何 所以在日常中 没有必要为了美帅的像某个明星 就在脸上大动干戈 找准自己的五官与脸型的比例 也可以美帅出自己的风格 编写 好 感谢观看